我有一次有個100元的朋友問我借錢 100元 但他沒有問我借多少錢 他只是告訴我事情是這樣的 我爸爸被車撞下了 而撞下他的司機就是我媽媽 我現在又要錢幫我爸爸治病 又要錢幫我媽媽打官司 證明是我爸爸自己錯了 他自己衝出馬路 我媽媽不是故意撞他 雖然搭著我爸爸肩膀的女人 就說他是故意的 你聽完這樣,你借多少? 借100元?我怕被人撞下 但難道借5萬嗎? 一夜將一個100元的朋友升 你一升到5萬? 我寧願被人撞下 終於我放下了5000元 然後手不能動,中風